许心男子不仅拐骗女童 甚至还窝藏一名13岁的少女 长达10天 同一张床 三个人睡同一张床 会不会害怕 不会因为我是睡在最旁边 那另外一个呢 女生是睡在中间 他就是另一名被拐走的少女 回想三人共睡一张床的这几天 他说许心男子跟女童的相处 很不寻常 少女说他跟许心男子 透过网路认识 两人8号约在屏东见面后 他就被带去台北的英哥 这几天跟小五的女童一起 睡在许心男子位于鹿港的租屋处 幸好遇到父亲的朋友才脱困 是8号返家 但被问到有没有被欺负 少女不愿回答 他有对你们怎么样吗 有没有欺负你们 这个不愿意答 拒绝回答 他最后打开位置就是在那个 那个英哥新北 所有的电话 他就打 打完顺了 电话三个人都打起来 一个国小生好像 他不可能去想到这件事情 许心男子诱拐女童 若往后又爆出了案外案 是不是习惯性诱拐 警方深入追查 只有张中华 洪佩如 评论报道